第一题 听说小明昨天去面试了 他在哪家公司面试啊? 在一家旅游公司面试的 真的吗? 他的专业是金龙 不是旅游管理 为什么在旅游公司找工作呢? 他上场教堂 也喜欢旅游 这家公司的工资还很高 所以就去了 答案 A 小明的专业是旅游管理 B 小明去面试的公司 工资很高 C 小明在一家金融公司面试 D 小明不擅长说话 第二题 第二题 下周去越南旅行了 你换钱了没有? 还没 还没 一人民币 换多少越南盾 三千两百越南盾 上次我换的时候是三千三百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换一人民币 A 现在一人民币换三千三百越南盾 B B 他上周去换钱了 C 他下周去旅行 D D 现在换钱跟上次换钱的时候一样 D 第三题 你好 下个月 我在北京工作五天 我要订房 你一个人住吗? 我帮你订单人房吧 不 请帮我订双人房 最便宜的多少钱? 三百块 包括早餐 好 就订这个吧 答案 A 他订包括早餐的双人房 B 他订单人房 C 他去北京旅行 D 他订四百块的房 第四题 第四题 老公 你在哪儿了? 我正在路上 你到机场了吗? 我早就到了 我们的航班 两个小时以后 起飞了 你快点 一天 我知道了 老婆 你拿我的护照 对吗? 嗯嗯 答案 A A. 老公的护照丢了 B. 老婆不想跟老公一起去 C. 他们两个人都还没到机场 D. 他们的航班两个小时后起飞 第五题 你好,有人拿错了我的行李,请帮忙 请给我看您的机票和行李票 箱子上的名字不是你吗? 他的名字跟我的一样 但是我的箱子是红色的 这个是褐色的 好的,我要查一查原因是什么 请您等一下 好的 答案 A. 他丢了褐色的箱子 B. 工作人员想看他的护照 C. 拿错他的行李的人 有跟他一样的名字 D. 工作人员一听就找到他的行李 第二大题 小明在一家公司面试 小明在一家公司面试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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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你带简历吗 先给我一下 给您 好的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王小明 住在河内 出生于1994年 我的专业是经济贸易 我最擅长交流 你怎么分配一天的时间 如果是工作日 我就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 在公司工作 晚上在家休息 到周末的时候 我会花时间 跟好朋友去玩 或者跟我家人在一起 我会学习的钱 儿子 我会不会再结婚 我会不会再结婚 我们下午5点 愈